作者 按摩师 研波 画骨 麦小布 第614集 只是不知为何 那黑色眼瞳给人一种极为邪义的感觉 让人看一眼便觉得阴冷 邪恶 在那深邃黑色眼瞳的凝视之下 一股无形的力量瞬间入进秦晨的脑海 秦晨只觉得脑中已晕 整个人陷入昏昏噩噩之中 就在这时 秦晨脑中的金色精神种子 突然散发出一道微弱的金光 秦晨原本迷惑的脑海瞬间清醒了 什么 我差点就被迷惑了 这不是虚妄之眼 虚妄之眼不可能这么强 秦晨的心底一沉 虚妄之眼虽然强 但秦晨什么人呢 精神力和灵魂力何其之强大 几乎不可能被这种力量入侵的 可刚才呢 他只觉得一股阴冷力量溃弹而来 竟让他差点陷入迷幻之中 若不是脑中金色精神种子发威 他虽然也有可能在最后关头倾倾过来 但是呢 绝对不会这么容易 诶 主人 这眼瞳怎么跟我一模足的魔童树怎么像呢 这股阴冷的力量 不对 就是魔童树 不过似乎是魔童树的变种有了一些改变了 在秦晨暗自心惊时 一道低沉的声音于秦晨的脑中响起 居然是阵磨顶中的骷髅舵主觉察到异常 暗中喃喃转音 虽然他在阵磨顶中闭关修炼 但是呢 也能感受到外界异常 马上被这股阴冷力量惊醒了 秦晨一惊 我靠 自己现在被执法店人窥叹呢 骷髅舵主居然敢冒出来 恋恋低河的 给我快快待着 要被发现了 要你好看 主任你放心吧 我曾经好歹是异魔族魔君呢 就这点异童树 哼 他也想发现我 下辈子吧 骷髅舵主自信道 秦晨一阵无语 我靠 到这时候了 骷髅舵主还怎么嚣张啊 这不找死吗 不管他有多自信 可一旦被发现了 他能讨得好吗 到时什么借口都不用了 骷髅舵主感受到秦晨情绪 马上善善地干笑一声 而后乖乖潜伏起来 气息完全隐匿了 秦晨虽然没被虚妄之眼迷惑 可他故意装作被迷惑了的模样 眼神变得呆滞起来 脑中是昏昏噩噩地 任对方肆虐 看见秦晨被迷惑了 公父统领微微一笑 嘴角流露出一丝自信 他冷冷地说道 告诉我 你的名字 秦晨 你来自哪里 百朝之地 你来丹道城的目的是什么 成为丹道城圣子 进军武裕 让自己变得更强 秦晨呆呆地说道 在公父统领询问之下 他一板一眼地回答 仿佛没了自主思维一样 任凭对方操控 全场所有人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呆呆地看着被操控的秦晨 一脸惊骇 那个执法殿统领施展的 到底什么秘书啊 怎么这么可怕啊 竟然一瞬间控制了 一名天才的思维 要知道 先前秦晨可是在 血骨武皇气势震慑之下 那头危然不动的人呢 可如今呢 瞬间就被迷惑了 根本不带一丝反抗的 这也太可怕了 场上众多看着执法殿的舞者们 脸色顿时变了 难怪执法殿成为 天底下最为可怕的势力之一 有如此恐怖秘书 一旦被擒了 什么秘密找不出来啊 以后 谁敢跟他们作对呢 众人只觉得浑身寒毛竖气 从脚底升起一股凉意 直冲头顶 公副统领问了几个 简单问题之后 这才直入主题 此言一出 所有人目光凝视秦晨 呼吸都变了 卓清风和幽谦雪紧张地握着双手 他们都清楚 赤练队长他们的事 十有八九就是秦晨做的 但是呢 此时不知该如何提醒秦晨 一颗心提到嗓子眼了 而风云剑皇等人同样紧张无比 赤练队长的事跟晚辈无关 晚辈当时只是无意中路过 根本不知赤练队长的事 秦晨呆着等 轰的一下 此言一出全场哗人 而玄圣阁主等人也松了一口气 风云剑皇却是眼珠子瞪大 脸色嗖的变白了 就连那血骨武皇也情不自禁颤抖起来 你确定和你无关 功夫统领冷喝道 他目光一凝 嗡 黑色眼瞳中释放的力量愈发强烈 确实跟晚辈无关 秦晨呆呆地说道 功统领 你也看见了 此事的确跟秦晨无关 我单道成是冤枉的 玄圣阁主当即说了一声 功姐 你现在还不相信 姬如月也开口 功凤眉头一皱 他身躯一转 马上看向幽千雪 嗡 原本盯住秦晨的眼瞳 瞬时间转换 而是盯向了幽千雪 原本紧张的幽千雪 眼瞳瞬间迷茫起来 陷入昏昏噩噩的状态 功姐 姬如月怒了 他脸色阴沉下来 功凤这举动 分明是不相信 有千雪呀 姬小姐 别怪我 我乃统领麾下的 何欣副统领 有些事情 我必须调查清楚 哪怕姬小姐 回去禀报统领大人 向统领大人告状 功某 也是必须做的 功凤苦笑道 秦晨其实亦是一直清醒着 他马上假装清醒过来 心头却是瞬间提起来的 他是依靠金色精神种子 这才没被控制 可幽千雪脑海中 持有银色的呀 万一被控制了 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他的一颗心 对时提起来了 幽千雪 试炼队长的事情 和你们有没有关系 回宫副统领 与我无关 我等当时只是无一路过 你加入执法殿 有什么目的 晚辈加入执法殿 只是久闻执法殿天才汇聚 想要提升自己 努力突破 再加上如月姐姐相邀 这才答应 并没有目的 其实晚辈更想留在陈少身边 陪伴陈少 幽千雪喃喃 诶 秦晨目光一闪 嘴角却露出了微笑 他猜到了 其实幽千雪也没被迷惑 这妮子装得还挺像的 把他吓了一跳 秦晨一颗心彻底放下来了 看来今天这事 是某些人想利用我执法殿 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故意生事 供奉收回秘术 脸色顿时变得铁青 到了现在呢 已经没什么可问的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啊 风云剑黄喃喃 不敢相信 忍不住嘶吼起来 噗的一声 突然一只手掌出现其头顶 直接改压而下 瞬时间 堂堂妖剑宗老祖 甚至连反应都没反应过来 便已经被瞬间拍成血雾了 利用我纸法殿 好大的胆子 缓缓转身 功夫统领冷冷地怒吓 如杀神降临 杀意弥漫 惊 寂静 死一般的寂静 场上所有民众呆呆地睁大双眼 骇人地看着被拍成血雾的风云剑黄 以及浑身杀气腾腾的供奉副统领 一个个嘴巴张大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可怕 太可怕了 这可是妖剑宗老祖啊 堂堂北天宇中等皇级势力的掌权者 就这么直接被拍成灰飞了 问都不带问的 这让场上众人只觉得浑身发凉 冰凉的含义于全身留存 老祖 地旁的艳十九浑身鲜血 那都是风云剑黄的血 剑了他一身 他呆呆而立 半晌之后这才回过神来 发出一声悲凉的嘀吼 阁下也是妖剑宗的 很好 攻防副统领一声冷笑 他魔光冷漠 直接抬手 嗡 黑色的申员手掌出现 散落的混沌气息 朝着艳十九头顶拍来 公姐且慢 这妖剑宗不过一楼椅势力而已 怎会有胆子利用我执法店 其中说不定有隐情 对方极有可能 也是被利用 姬如月在一旁连临开口 当初参加妖剑传承时 他曾经跟着艳十九打过交道 这个艳十九嘛 对其态度也算是恭敬 重要的是啊 此人形势是颇为磊落呀 倒也不像是坏人 所以呢 姬如月有心求情 秦晨意外地看了眼姬如月 姬如月用意他感觉到 但是没想到 姬如月居然还有如此仁慈的一面 公凤蒙光一闪 停下了杀手 头顶之上 一双眼瞳突然散出迷蒙的光芒 瞬间笼罩了艳十九 艳十九惊动的表情顿时呆着了 双眼变得无神 说 你们妖剑宗哪里来的胆子 敢利用执法店 如实说来 公副统领冷喝道 是丹葛的康有明和金圣洁两位副阁主主动联系我们的 得知我妖剑宗跟秦晨有仇怨 他们表示可以联系执法店的人 把赤练大人的事情扣到秦晨头上 到时不但能剥夺秦晨成为圣子的可能 将其陷害 更是可以引发执法店和丹葛的冲突 让玄圣阁主在上级丹葛中失去威望 艳十九呆着等 扑通一声 金圣洁和康有明直接跪了 他们浑身发软 惊恐等 不 不是这样的 血骨武皇也是身体颤 脸色发白 扑通一声也跪了 完了康有明和金圣洁呀 这下害死他了 功夫统领脸色铁精 冷冷地说道 这么说 对付赤练的凶手 是秦晨这样的消息 是你们妖剑宗散播的谣言了 你们妖剑宗这么做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艳十九道 这些是老祖自己的猜测 前些日子 我妖剑宗的妖剑传承开启 结果妖剑宗弟子 未能获得最大收获 反备是秦晨和姬如月 获得传承机会 老祖心下恼怒 派旭丰剑皇追踪秦晨 起了旭丰长老意外 死在天罗皇朝外的山脉里 老祖怀疑凶手是秦晨 结合此次情报 所以得出这么一个猜测 其实老祖也没有证据 只不过心怀怨恨 再加上秦晨可能成为 丹道成圣子 优切学也可能加入执法殿 老祖板着先下手为强的原则 这才被康有明 金圣洁副阁主鼓动 这才在丹道成大笔日子上闹事 康有明和金圣洁副阁主保证 一旦他们掌控丹道成 将来会大力扶持我们姚简宗 让姚简宗成为 北天狱最顶级的皇级势力 在功夫统领的控制之下 艳十九把一切一切 一无一事地说出来了 原来啊 姚简宗控诉秦晨一事 都是风云剑皇自己的猜测 没有证据 同时呢 也因为康有明金圣洁的许诺 加上对方保证会有执法殿插手 他们这才下定决心 今日闹事 轰的一下 艳十九的话传出全场华人 所有人愤怒地看着 康有明和金圣洁 这两人好卑鄙的手段 为了一己私欲 故意陷害秦晨 他们更是想引来执法殿插手 逼走玄圣阁主 好险恶地用心呢 一个个进阶用愤怒 愤恨的眼神望来 特别是当阁诸位长老 恨不得将两人杀之而后快啊 康有明和金圣洁脸色发白 彻底摊在地上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好 好 这些家伙 果然好大的胆子 连我执法殿都敢立 看来我执法殿久不发威 都以为我执法殿 是吃素的 功夫统领恼怒低贺 之前是赤练队长背袭 现在又这群家伙利用执法殿 再不严惩 属实是无法无天呢 死 一声力喝 功夫统领猛的一掌拍落 扑的一声 妖剑宗艳十九宗主 当即连惨叫都没发出来 瞬间飞灰烟灭 化为血雾了 唉 秦陈一声叹息 对这艳十九啊 他也没什么恶感 好好当自己妖剑宗宗主 这不挺好吗 何必非搅和到这种事里来 至于说风云剑宗担心自己成为圣子之后 报复妖剑宗 那秦陈只能说他想太多了 唉 只要妖剑宗不来惹自己 他懒得理会这些人呢 毕竟一小小的妖剑宗 他根本是看不上眼 更别说了 自己在妖剑传承里啊 还得到一些好处了 那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呢 可谁曾想到 对方非得置自己于死地 杀人者 人横杀之 他怎么做 无疑是自寻死路罢了 是 icide 练情 5 之 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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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